好久没吃新疆炒米粉了,有缺要吃的吗? 那我们先去做一个新疆炒米粉,还有椒麻鸡 我们先做椒麻鸡,起锅烧水 水里面放姜,葱,桂皮,香叶,八角,青红花椒 然后我们再把腌好的鸡腿放进去 水开之后煮25分钟就好了 趁煮鸡腿的功夫,我们先把这个米粉给它炒了 这个米粉要冷水下锅 这个是渣渣灰的新疆炒米粉空心版 这个空心的干粉超方便 普通的粉要提前泡发 这个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炒了 等煮的差不多我们把它捞出来 这个新疆炒米粉有微辣中辣和爆辣三个辣度 我喜欢吃辣的,我们就做一个薄辣的吧 起锅烧油 先把牛肉给它划散 把牛肉先捞出来 里面自带的磁包辣椒倒进去 这是新疆的磁包辣椒,味道超正宗 再加入米粉酱 我们准备一袋芹菜 再放一点蟹排 炒好的牛肉 把提前煮好的米粉给它倒一口 把米粉给它除出来 哇,这也太丰盛了 最后撒上这个黄金豆 这是它里面自带的芹菜包 粉炒好了,我们来调一个焦麻汁 起锅烧油 来点青红花椒 干辣椒 关火 让它稍微凉一点点 我们加一点鸡汤 来一点点生抽 倒一点点辣椒油 再来一点藤椒油 放一点点盐 再来一勺糖 这个鸡腿肉先捞出来 放到冰水里面泡一下 泡过冰水的鸡腿肉 把它稍微撕一下 然后把香菜 葱丝 红辣椒 青辣椒 洋葱铺上去 我们再把这个料汁浇上去 好了好了,快来吃 辣,好香 你刚炒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超级香 快快快 这个粉都是空心的 所以它里面全是酱汁 味道好浓郁 我刚尝了一块这个囊 全是酱汁 这会不会很辣 它的辣椒包是单独装的 辣椒是可以自己调节的 周子应该吃不了是吧 我感觉周子应该整不了这个 太辣了 我们公司没几个人能拿得下来 我就是学了 因为它那个粉是空心的 整个辣椒更入味了一点 而且这个蜜粉好Q它 我觉得很新鲜那种感觉 对我这口网很好 哇,这个像爆辣 但是这个虽然虽然辣 但是你这么停不下来吗 对我去新疆吃的一模一样 主要是方便 在家肚子饿肠了的时候 直接加点配菜一炒就能吃 我拌下这个鸡 有这么辣吗 有 是停不下来 这个鸡应该不辣 但是它很麻 今天我们就是把麻和辣 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哇,这个真的越辣越想吃 根本停不下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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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